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容易了 当然能够见面当然是最好 因为见面其实还有很多肢体上面的一些互动 握握手啦 然后眼神的互动 但如果不能够这一个实际的见面的话呢 至少视讯通电话 因为视讯通电话虽然没有人跟人之间近距离的接触 但是他终究还是有很多的眼神交流啊 还有他的表情的交流啊 其实对于你要去判断对方在想什么 其实是很好的 可是呢 首先他们双方只有通电话 没有视讯通电话 那么第二个是呢 双方在公布的内容上面 其实是有一小点的出入 这一小点的出入 好 我们来看 很大一点啊 那是重点啊 就是重点了 对 因为中国大陆没有提 但是呢 土耳其他特意的强调 他强调说 他前面当然还是强调说 土耳其尊重中国的主权跟领土完整 这个毫无疑问 那么在后面讲说 但是维吾尔族突厥人 还有加上突厥人 这三个字啊 但是维吾尔族突厥人 作为中国的平等公民 在繁荣与和平中生活 这对土耳其很重要 所以他强调了对于维吾尔族突厥人的关心 而且强调必须要被平等对待 那么这件事情 其实要如何的去思考 双方到底在考虑什么 好 当我们从技术面上来看 就是说当用通电话 而不用视觉 视觉安排很容易 因为现在在技术上是一样的 那你看到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当梅克尔 然后马克宏跟习近平通电话 那个也大概就在三四天之内就安排好了 其实很简单 而且就是视讯 对就用视讯 那当可以视讯 大家都普遍用视讯的时候 现在呢 不管你用Google Meet 像我们用的用了这么的习惯 Google Meet 或者你用用Clubhouse Clubhouse只有就有声音了 你用Google Meet这么的简单 但是不用 他就是告诉你 很简单一件事情 最简单就是说 我不想看到你 或是说我不应该让你看到我的表情 对就是我还不想看到你 看到你 而且视讯留下来画面 他很容易做文章 你可以想见就是说视讯当中 如果二段在视讯当中 对习近平的做了 有关新疆问题的这样一个表达 他在媒体当中会大做文章 但是如果通话 那我们就各自表述 中方所发布的新闻稿 没有这一段 但是你土耳其说有 但是他就有图有真相 他没有图 没有图能 大家保留各说各话的空间 所以你在看到现在的国际之间的对话 到电话跟视讯跟见面 他的层次上面差异 可能从一般人会觉得说 这有什么差别能见面坐下弹脚步 他有他的高度的敏感性 显示中国跟土耳其的关系 眼下是高度敏感的 好那我们在在星期一的时候 因为上个周末 我在我在看整个阿富汗情势的演变 所有的国际媒体 大家都用看笑话的方式 看美国从阿富汗逃走 可是逃走之后的事情就就就没有人看 我说我我我注意到的是土耳其留留下来 是因为阿富汗现在几乎是真空状态 然后随时可能发生比较激烈的战乱 各个国家第一时间就是撤 但土耳其不是 是那因为因为北约的几个国家 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之前讲过 就是说像德国很早宣布说 我们都已经撤了 对那英国呢 英国甚至于呢做了反向的表态 英国的国防部长在昨天的前天的时间 的表态是说英国只要英国呢 愿意跟塔利班对话 这个可是很大机会之前在在交战 嗯才都还没有测完而已就准备回头去对话 因为英国向来那个判断风向是很快的 是好但是 所以英国抛弃现在的阿富汗政府速度最快 对那土耳其是重点中的重点 为为什么在周末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味道不对 因为土耳其留五百人为北约断后 好像断后哎你们先走我把你们断后那表现很勇敢的样子 土耳其一定别有所图 土耳其在二零零一年跟着北约出兵当时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他是伊斯兰国家 那土耳其呢也也是伊斯兰这个这个阿富汗的也是穆斯林国家 那因此的就是说相同的文化比较能够在在战场当中做一些的一些属于文化界面的处理 土耳其扮演的角色是这样 要不然如果你只有美国只有澳洲就英国这德国这些都是基督教文化文化圈的那个色彩会非常鲜明 好像是呢十十军东征又来了又侵入了一个一个呢穆斯林国家 所以一定要把土耳其包进去 可是土耳其的进来了之后呢二零零五年之后就一直在在增兵 增加虽然他做的是后勤 因为他也不希望造成穆斯林国家跟穆斯林国家之间在争战的印象 不想去跟了塔利班彻彻底底的决裂 所以土耳其呢在整个的北约的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基本上扮演的是后勤的角色 那但是当大家都撤了 连很多的装备的都放火烧了 土耳其反而最后走 我就我就觉得包括了半岛的电视台 半岛呢就很快就觉得说嗯土耳其有不同的想想法 好那你你那个警觉性是很重要的 但礼拜一当我们谈完了之后呢你看到礼拜三的星期二的时间 礼拜一我们谈完星期二晚上习近平就跟二端通电话了 对48小时不到显示大家对于土耳其留在那个地方的政治判断味道是一样的 好那你说那土耳其他为到底他对我维吾尔他有什么影影响 他自认为他应该要有影响对啦就是我们讲的因为因为他土耳其嘛 土耳其还是东东突厥是当当初的就是唐太宗做事情不干净啊 就就是就是就是只把他赶赶赶到这么远的地方他又回来了 土耳其呢土耳其一切都是唐太宗的错 但是他他其实有一点你会觉得说那已经是一千年前的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真的吗真的图的图诀跟跟维吾尔有关有 其实他们的语言之间的共通性很高是有百分之六十能够听得懂 对就说当然因为之后演演化嘛语言的演化速度很快 但是其实基本的语言的其他互相听得懂的 就他们知道了自己相同背景 你可能听到维吾尔维吾尔族在我们先读历史没有有其实维吾尔就是以前的回合嗯以前我们叫回合嗯那你还记得到清朝时候还有散干回乱嗯那那个回回合的回那基本上面就就是维吾尔 当然现在呢维吾尔族他们自己知道地球上面现在大概有两千出头万的维吾尔族用维吾尔语的维吾尔族那里面呢大概有一千两百万左右呢就在新新疆 嗯但是呢呃甚至有一些呢会在湖南啊湖南像像我老家湖南附近有早期的就是说散干回乱有一些呢有一些回民就到了湖南对可是在海外的部分来来讲你说土耳其很多其实也不多土耳其的其实最最多的是在北部的像是塔的这个塔吉克塔吉克我就是现在这就是这这几天王王义你看习近平一边跟土耳其通电话 王义同一个时间的是在是在东亚三国是在塔吉克乌兹别别克这两个呢都是上河组织的成员旁边的土土库曼是高度参与但是土库曼因为他强调是中立国所以他并没有参与上河但是基本上是一个群体 这几个国家本身的维吾尔族都比土耳其多土耳其大概登陆的大概只有四五万的就是所谓的维吾尔族可是他们一直对维吾尔问题讲话甚至于呢今年我看到今年的今年四月五号那土耳其的这个反反对党右翼的反对党那这个反对党主席以及在首都安卡拉的市长他们呢今年的四月五号还在推特上面发文 纪念一九九零年新疆的八人乡事件什么八人乡事件就是一九九零年的时候东途决那呃为为攻了就是说呢八人乡的这个是乡政府的事件那三十一周年换到土耳其一直有那种想要去伸援的维吾尔运动的那个味道到今天我们大致上面我们说东一运东一运啊其实东一运是一个广泛的说维吾尔的就是独立运动的一个犯犯因为他过去被联合国 被列为恐怖组组织所以中国大陆也习惯东一运的盖瓜盖瓜形容就是说呢在海外对于呢僵独呢的支援的系统可是其实东一运原始的东一运的力量现在是在没落的被其他的就是说僵独的力量给取代了你现在常听到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那个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僵独组织只是只是他的诉求为了争取国际的认同他不再把自己包包装的用恐怖主义去攻击可他的性质是一样的 土耳其啊其实你看到他最近这十年来的作为啊你把我们把时间拉长到二十年嗯前面的十年呢土耳其其实都是努力的要融入欧洲的嗯因为他要努力的融入欧洲所以呢他的作为上面就要努力的去达到说欧洲人所期待的你那个民主啦 然后自由开放啦法治啦等等等等的嗯就是说所以有一段期间其实土耳其的开放措施或者是他在内部的一些经济发展的一些作为西方是非常认同的嗯但是无论如何土耳其怎么样要加入欧盟欧盟都不答应嗯所以呢欧盟这个土耳其就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当然也跟上一次他们的政变这个这个莫名其妙的政变到现在还不清楚的政变有很大的关系那儿这个人他就整个走向的是内部一把抓嗯然后呢采取的态度就开始是对外扩张嗯对内其实是整个的紧缩嗯 坦白说如果说你今天要找一个对于全世界的稳定会产生冲击的强权的话嗯其实土耳其是其中之一他的地理位置太特别了一下他跟希腊之间是有冲突的嗯所以在东地中海其实跟他之间是有冲突的他跟叙利亚之间他跟伊拉克之间他其实跟很多周遭的国家其实都有冲突嗯所以理论上来说 如果说美国觉得说有一个国家会会造成整个地缘政治上面的不安定因子的话土耳其是其中之一嗯那土耳其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嗯就是我要把那个奥图曼奥图曼帝国的那一个光荣时代找回来哦那就是那就不得了嗯他的奥图曼帝国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嗯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会解读说就连新疆都是他们的 他们会这样子解读的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三不五十的就很积极的要去支持疆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因素嗯我们当然会觉得都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了有这样子的想法很可笑可是他内部他为了要去控制他内部的情势你不要忘了他经济是很糟的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经济他是非常糟的我们几个月前就讲不管是货币上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他内部的 经济的通膨的问题嗯他经济是很糟的疫情也很糟经济跟疫情都糟的情况之下他要维持内部稳定唯一的方式嗯就是对外扩张用历史上面的光荣然后去作为他扩张的一个理由嗯所以你看他对阿富汗的作为你看到他对于现在开你从阿富汗的作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可能对新疆又蠢蠢欲动嗯所以嗯这一点其实我们就必须要看到美国的虚伪 因为他一方面的不断的指责中国大陆扩张嗯但实际上你看不到他真实扩张的一个事迹但是你对于不断扩张的土耳其而且是不断的是直接打仗的土耳其嗯你现在反而要按住嗯理由很简单因为你按住了土耳其你就间接的按住了疆毒而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以对使得中国大陆内部 混乱这就是美国打的一个算盘对当就说美国美国自己都都半夜跑了但是土耳其留下来美国难道不知道吗我相信土耳其说哎我来我留留下来是把这机场的在控制一段时间美国一定开美国绝对乐见土耳其东扩嗯到了阿富汗境内产生影响力当然就说因为土耳其现在留在阿富汗了对塔利班来讲的戒心也很重他塔利班也也知道土耳其嗯 呃呃大陆朋友常常常讲就是狗中狗中哈哈士奇国中土耳其啊就是呢都都是基本上是行为充满不可预测性你养过狗如果你养过哈士奇你就知道二哈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他们说的土耳其也一样好那当然我也呃土耳其我常用用六个字形容就是长得丑堵门口就是他长得丑大家不理他但是他就堵在门门口让他让你动弹不得啊哈哈哈 他就是每每次都每次都卡在某个关键位置上逼着你非得要证实他要不然他就一哭二闹三三上掉那这种长得丑堵门口的情况他就是很无奈就说你还你还你还真的给给给给给应付他他一下不能够的假装的就是都没没看到他土耳其你光看他今年他从去年的去年的高加索区的冲突他他支支援了亚赛拜疆打败了亚美尼亚让他让爱尔段在国内的声望是上来的 终于呢解的解决了就说呢亚赛拜疆的跟亚美尼亚之间的百年的冲突亚赛拜疆好像获胜了高加索在哪里高加索在黑海跟离海的中间的那个狭长的走道等于呢土耳其呢就等于就进到了就说呢这个就说中这个就高加索区他现在在做的是他要跨过离海进到阿富汗进到阿富汗就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那大部分人会说阿富汗到底跟僵独是什么关系 我们不是一直讲说呢中间的瓦汉走廊其实很不容易穿越吗那个是你说大部队啦大量的车流当然很难可是确实你就渗透的角度来讲估计最少有三千人以上的武装的就是维吾尔的僵独的分子 他长时间的都是在阿富汗境内所以现在因为大陆对整个新疆的管控非常的严密啊疆独活动当然非常困难所以他们就退到了阿富汗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你听到塔利班在这问题讲话他要让中国安心当然那也是个谈判的姿态了不过土耳其进来这件事情以至于习近平必须要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个通话的内容极有玄机 土耳其就是告诉你就说我告诉你对于对于就是唯我的问题土耳其管定了土耳其会继续的发生 但我相信习近平在电话当中恐怕也相当程度的警告了土耳其 否则的话这通电话不需要通啊如果我只是听你土耳其想要做什么的话我怎么会来跟你通电话 我相信这里面其实他们有相当程度的表达了警告的意味 所以土耳其无论如何他必须要先强调他是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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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中国的主权以及领土的完整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我不太能够确定他们实际上面尖锐到什么程度还是双方都点到为止 但我觉得习近平其实去警告的意味也很浓啊当然当然当然我我我我觉得我分享的重点就是习近平之所以愿意跟你通电话 其实而且让全世界知道我在注意这件事你不要低估因为呢因为中国算不会派兵到海外 不过如果你想对的对对中国境内的这些了恐怖势力要毛手毛毛脚上和组织成立的背景就是反恐 嗯那土耳其算不在里面但是如果你想要利用阿富汗当作是一个杠杆去操作僵渡那大家呢就等着就就走走走走走走 因为这个礼拜你看到的呃他呼应了从去从去年底将新疆棉花事件之后其实你看到新疆棉花 你会觉得棉花吗小小事情松松软软东西有什么好大做文章的你走到今天你看到的时候新疆棉花事件的只是一个让你看得到的一个是事件 他背后整个的美国呢有关新疆问题的操作你光看今天台湾的媒体美国在制裁了几家的新疆企业太阳能相关的对我谈你你看他的制裁的内容啊或者他要求美国就是企业要退出新疆供应链所有跟新疆企业有关的供应的希望美国企业都不参与嗯你仔细看他的动作跟作为之后你认为他是在帮助维吾尔不他在伤害维吾尔他的新疆会造成重伤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看到 他说中土耳其他采取的作为是暗住僵渡是那我觉得习近平跟土耳其的尔根通电话那背后就是警告你你不要再去暗住僵渡那尔根他还是强调了他对于维吾尔族突厥人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定义是怎么定义的的关心但是实际的作为我们其实可以再观察下去因为阿富汗的这个内部的真空确实给了土耳其一些参与的机会嗯那现在呢 当然也要看塔利班政权的很多那他内部稳不稳定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是那塔利班什么时候可以整个的掌控全局嗯而他掌控全局之后他的选择是什么嗯我觉得这当然会影响所以土耳其在这件事情上面很明显的他扮演了美国的极先崩嗯那美国挑盟友他其实没有价值观可言的嗯所以我刚刚提了土耳其有这么多的 其实是违反美国所谓价值观的事情嗯美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让美国让土耳其成为他最坚定的盟友嗯去处理这件事情嗯那美国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其实看到最近的这个情势啊包括了刚刚这个相容提到的他再制裁了嗯新疆的企业嗯那这是跟这个他能有关的嗯然后呢昨天呢布林肯他是直接 警告美国所有的企业要退出新疆的供应链嗯嗯那么而且他们说他们要立法嗯重点是他要立法就他要他说你现在赶快退出否则的话呢我要立法立完法之后呢你们现在没有退出的到最后都会被裁罚嗯所以对美国企业来讲我相信会形成极大的压力因为这种警告其实是最后通牒式的警告嗯 那可是我看到他的退出供应链的时候呢其实我反而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呢大陆的政策其实很明显要在新疆富疆嗯就是要让新疆整个富起来嗯因为你当你看到那个供应链名单的时候不是我们熟悉的棉花还有太阳能而已棉花是当地因为特有的农产品对然后呢太阳能是因为当地的特殊的条件最适合发展 太阳能产业但是我看到的包括了很多的电子零组件很多的纺织嗯然后很多的这一些嗯轻工业其实都在新疆哎嗯如果你仔细把那些呃企业的名单这样子梳理起来的话我我俨然就是看到了一个新的当初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不是有沿海经济特区吗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新的沿海经济特区嗯 所以他不是只有限于说我在新疆特有的这些产业几乎所有的清工业在新疆都已经在发展嗯那那那当然因为我搞财经的其实我对于这方面我就特别觉得有他的敏感性其实听起来就觉得合理了因为如果你从中欧班列的角度哈你从欧陆是一体的这个角度来讲对于中国大陆来讲面对欧洲市场第一线是什么 嗯第一线当然就是新疆就好像当初大陆在改革开放因为依赖的是这个海运市场所以呢他的第一线是沿海城市嗯那现在如果面对欧洲第一线从陆运条件已经形成的情况之下你的第一线就可以是新疆嗯然后所以那个几乎是所有经济特区当中所有的产业在那边通通都已经生根了嗯那你当然可以想象得到说如果再做个十年二十年下 下去他非常有机会我不敢讲百分之百会成功但他极有机会像沿路这些城市一样沿海的这一些沿海的这一些省市一样嗯富裕起来那本来是一个富江的一个政策嗯富江的政策对谁好嗯一定是对当地的民众好这这这这几年新疆的人口暴涨新疆的所得暴涨所以他们现在就 就连棉花的灾采的工人那个在当地都找不到人没错还必须要到隔壁的什么河南啊然后呢去找那些那些员工嗯原因是因为那个采采实在太辛苦了嗯然后当地人其实有其他更好的这个工作可以做他不需要做这些采采的这些工作你就知道说其实那个富江的政策是很明显的而美国显然是看到这个富江政策的效务 效力嗯其实已经发威了那他做这些事情干嘛做这件事情你说真的是因为要制裁新疆吗嗯他在制裁新疆人民他采取的就是穷江策略嗯我嗯我我对我来说哈就是说你喜欢一个国家或者不喜欢一个国家是一回事嗯但我觉得我总很喜欢说回到那个那个地方的人民的角度你去看待一件事情的话 为什么让新疆人民富裕起来你美国也看不惯吗我对这件事情其实我就很愤怒所以一边看到的是土耳其可能的骚扰我还不敢讲他一定会但是已经看到一些迹象刷存在感最少你看到了对而另外一边你看到的是美国的穷江策略 我看其实是很愤怒的就因为我我我在我在我在理解就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所留下来的阿富汗真空对地人政治影响是非常强大的有有很多的新闻在台湾看不到在国际新闻当中来讲他也会被战时边缘化那呃除了除了我们说王毅呢现在在在阿富汗的北边的三三国在走 那就是要把周边国家呢先行寻求共识先稳定下来大家对阿富汗的处理那要有一个共识之前已经的有中阿巴的会议就会透过呢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的呃因为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希望跟塔利班的和平共处所以呢就中阿巴的会议当中的是中国呢可以呢去稳定的阿富汗的一个很重要关键可是中国核心的思考终究是新疆的稳定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来讲 虽然中国不会这样子说可是我认为中国的核心的思考就就是阿富汗问题跟疆独的问题一体解决 借着阿富汗的问题的权力在真空我要一次的把疆独的所有的未来的问题呢都一次的都解决所以我说呢这是一个疆独的决战那你光你光看他的外交策略就是把所有可能支持疆独的所有国家都摆平对就表面上面来来讲呢我们是在处理阿富汗可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是终极一并处理 将独所以让将独跟阿富汗问题一起解决我说了现在在新疆以外的唯一还有就是说可能的就是将独的武装分子都在阿富汗界境内 这是为什么中国不会忽略阿富汗的原因所以当我在处理阿富汗希望阿富汗能够发展 无非的就是要终极解决将独那中国现在对新疆的发展的模式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新疆如果发展成功了他就会成为中亚的示范区 中亚国家就是新疆都可以发展成这个样子我们当然也可以啊大家条件差不多 那个会大大的就说减损过去美国在阿富汗待了20年所造成的那种的穷兵独武 然后死伤无数的那个反面的教材其实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美国不会希望新疆治理成功因为会让他在中亚毫无影响力可言 我们最后的最后你在看当这个是事件的现在才刚开始 我说的僵独的决战以这个时间点来看他会是今年甚至于明年 整个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当中的超级大事件 你可能不会注意到印度出兵了伊朗出兵了 因为他们都都是以防难民的名义呢开始做一些呢边边境管制 就是印度不直接接壤可是印度的已经的也出手了 他其实距离还有一点远对因为隔着隔着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去啦 就是说呢因但是印度的也也出来了英国也表态了 王毅现在呢在北北边三三国走 那中国跟俄罗斯之之间的也对于呢中亚的稳定的也也表态了 你就知道呢很多的国家都知道美国撤走了都故意留个烂摊子 要让这个地方乱土耳其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就我讲就长得丑堵堵堵堵门口 就是来这个地方的看看你们拿拿什么跟我换你想要从这里过吗 虽然我都我知道你你不太想看我可是你要经过我的我就堵在这里啊 就是土耳其呢在增加自自己的涉入感增加自己的存在感新疆有多么的重要 我还是回头举一个例子中国在砍总领事馆他为什么砍成都 我就是把你美国对新疆的所有的工作的就是眼睛的先戳瞎 美美国在砍领事馆他为什么砍休斯顿你回头看中国的这这一两年的太空科技的进进展 你就你就知道美国就一直认为中国透过休斯顿总领事馆 在收集呢就美国太空中心的相关的讯息跟跟情报大家都有盘盘算了但是今天新疆的问题中国在把再把香港问题处理完了之后 现在你逼着他要处理新疆的时候新疆跟阿富汗的问题表面处理阿富汗其实是在处理江都 但他其实这是两手策略嗯我们当然也看到其实包括了美国的彭博社嗯还有包括了香港的南华早报哈 其实都报导了同样的消息嗯就是美国的副国务卿即将访问大陆而且要在天津好印象中是在天津嗯然后呢跟这个大陆的外交部副部长谢峰见面哈他们在天津跟不让你到北京的对不让你到就你只能到门口天津跟北京在距离这么近但是呢只能够到门口不能够进北京因为我我认为美国对于中国刻意的就是把他呢 往外推这件事情啊美国也很不爽你你可能忘了你你记得之前四月份的气候峰会美国派了他的特使carry 将将carry只能在上海只能到上海而且上海三天没有人理理他没错嗯所以嗯一边呢你看到包括了之前看这个这个的 中海将将carry啊对啊呃聂脉脉脉呢他说不支持台独嗯然后呢其实很明显的要看到他去营造一个可以让习拜会会面的一个大的氛围 嗯可是另外一手他对于新疆嗯其实越越越来越紧嗯无论如何他都一定要在新疆 把这整个议题给新疆搞烂 确定这个议题要把它炒大 确定这个议题必须要能够 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一边在新疆继续的搞事 但是呢 他这边这个营造的 是希望能够跟习近平会面 这个两手策略 我们谈这一段 因为我们星期一呢 已经率先谈了一些 一些土耳其的事情 简单的逻辑说 美国要把阿富汗搞烂的原因 是因为他要搞烂新疆 中国要把阿富汗稳定的原因 是要稳定新疆 所以现在阿富汗的后续的问题 因为土耳其进来 你看到习近平急着跟阿尔段的通电话 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表示中国在注意这件事 所以未来将独的问题 跟阿富汗的后续的稳定呢 会bundle在一起 这已经是不可避免